耿如真的很辛苦 我更心疼的是小燕姐 我看小燕姐这样 我真的很难过 我真的是希望求求大家 不要再波及这些无辜的人 谁犯错谁去负责 王采华勒求放过梦耿如张小燕 喊话黄自娇谁犯错谁负责 王采华23日和当女儿婷婷 出席运动品牌活动 外形亮丽的婷婷 跟随妈妈脚步进军演艺圈 已接到不少戏剧邀约 这阵子情跑试镜 不过前阵子爆出黄自娇 要求女生全裸试镜 有教女儿要如何自保吗 因为小孩子还在读书 但是从以前我就告诉她 这个观念就是 在别人面前都 就是尽量要保持距离 如果你觉得你不OK的 你就要拒绝 要懂得说不 基本上我们都会在身边 对 我都会陪着她 我不可能让她一个人去示尽 要教哥的新闻有战略 当然 进行被爆料的内容 有 还蛮震惊的 我是 就是新闻报了我才知道 底下有跟教哥有在 后面有在联系吗 没有 因为平常也没有什么联系 很少很少 跟耿儒有合作过吗 有啊有啊 我们合作那个世界的一棒啊 电影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 感心痛的啦 再来我很心疼耿儒 因为毕竟耿儒也叫我妈咪 对 那一直以来她都是一个 非常有礼貌又很孝顺的小孩 对所以 我很心疼她 因为 在两三年前 她的弟弟离开了嘛 那时候 她封闭了自己大概有一两年 对没有接触人群 她那一个伤还走不出来 快两年的时候她才走出来 我们都很舍不得 包括她的家人 其实我们都很舍不得 再来又遇到先生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她真的很辛苦 跟耿儒真的很辛苦 我更心疼的是小燕姐 年纪都这么大了 我真的是希望求求大家 不要再颇挤这些无辜的人 谁犯错 谁就去好好的忏悔 跟面对 让司法去处理 真的请大家 这个 笔下留情 不要再 颇挤这些身边的人 她们已经很痛了 而且每天要过那种煎熬的日子 实在是很辛苦啊 谁犯错 谁去负责 我看小燕姐这样 我真的很难过 因为他们 小燕姐在我们演艺圈 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姐 她从以前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也都是非常照顾我们 跟提醒我们 所以也希望 大家真的 不要再说 小燕姐了 或者 哽怒了 对 让犯错的人 去承受 所有一切她该面临的事情